好 我的影片就是讲中二的第五课书 GLP第五页的部分 我们这个部分主要就是讲 一个关于课堂活动5.1 A 学一样叫序偶 提起序偶就是X和Y 其实就是座标 OK 我们就有一个例子 如果X等于0的时候 Y就等于-1 因为X等于0的时候 0减1就是-1 我们完成这里有四个序偶 那怎么完成呢? 譬如这题为例 我们这个计算的步骤就是什么? 这个前面第一个数字是什么? 第一个数字是X 第一个数字是X 所以就是代 代或者当 X等于 我们位置不够X等于1的时候 Y会等于什么? Y就等于1减1 为什么会1减什么? 因为这条式 因为这条式 上面这条式 所以我代替X对1 所以Y就等于什么? 等于0 就是说我们这里就会填0了 OK? 好 那之后有三个点 你试试自己做 你试试自己做 完成了这个部分 其实都是什么? 其实都是这样做 都是当X等于2的时候 Y又会怎样呢? 又计算下去了 Y是什么数值 就填到这个位置了 OK? 好了 接着呢 你自己做下去了 你可以停了这条片 停了这条片 现在先停一停 跟着就做完了 然后再看完这条片 又可以 又或者一路看完整条片 才做又可以 好了 下面第二条了 第二条它说 写多两个满足该方程的罪友 什么叫满足呢? 很简单 满足就是 意思就是 是不是就是说 我很有享受就很满足 不是 满足的意思就是可以 放入这条片里 就是说 是能够 譬如 X等于0 Y就是负1 两者是会相通的 左右两边是会相等的 就叫做满足了 写下满足就是左方 等于右方 OK? 好了 该方程的罪友是什么? 你会看到这里有两个未知数 我们怎么认识呢? 譬如刚才 X等于0的时候 Y就是负1 X等于1的时候 Y就是负0 如此类推 你就可以想 我可以X等于1 又可以X等于2 又可以X等于负1 又可以X等于负2 我可以X等于什么? 假设X等于3 行不行? 也行 如果X等于3的时候 然后Y等于什么? Y就是3减1 Y等于2 我们就会填2 那我多了一个 可以满足到方程的罪友 因为我们是代入方程 而得出结果的 所以 2就等于3减1 就是2 左右两方会相等 对不对? 好了 那你自己想一下 这个应该怎么计算 就是你要自己想一个X的数值 去找一个Y的数值 那这个就是一个新的罪友 好了 那第三个问题了 那你可以继续继续做 停了又继续做 然后又再问 又继续听 那他就说 你认为可以写多 10个方程呢? 如果这样想 X等于1 就有个数字Y X等于2 又有个数字Y 接着X等于3 又有个数字Y 那我们还能不能继续下去? 你试试答一下 能不能写到? OK 是能写的 可以的 因为我们可以X等于4 X等于5 X等于6 X等于7 X等于-3 -4 -5 所以可以写很多的罪友 那有多少个? 试想想方程Y等于X-1 有多少个解? 是不是只有一个? 不是啦 是不是只有两个? 不是啦 解的意思就是左方对右方 是不是有无限个? 没错啦 是有无限那么多个的 那就是说 当我们去计算一个 二元一次方程的时候 请你高揚这一句 二元一次方程的时候 是有无限那么多个解的 OK 无限那么多个解的 行不行? 好了 那我们一起下去看下去了 第五页搞定了 第六页 如果我们要验检验所有的罪友 以下的所有罪友下列 是不是符合 符合这一条方程 4X-3Y等于2的解呢? 那我们会怎么做呢? 那我们一起看一看做法了 我做一个例子给你 那你可以跟着一起做 例子就是什么? 你可以看回书的 例子5.8 可以做的 对不对 例子5.1 的例子 其实是例子 例子5.1来的 没打得吐 应该加个例子 5.1 OK 好了 那 怎么做呢? 我们就用回刚才说的 解其实是说 左方 等于右方 是不是? 所以 我们就会做一件事了 就是 把 把 事顿一边 就代回去 把 2-2 就代入 这个 4X-3Y等于2条式那里 OK 好了 那我们就 怎么代呢? 就是分左方和右方去代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它是不是个解呢 要检验 检验 所以我们就先写左方右方 那多方是什么? 4 X是什么? X是2 是不是? 这个是X 这个是Y 是不是? 所以X是2 减3乘以2 不要等于2 先算一下 8减6 等于2 咦? 是等于右方 是吗? 我们不要这样写 这样写 让大家误会 等一下写右方 等于2 因此 左方 就等于右方 OK 因此 我们就可以得出个答案就是什么? 左方对右方 所以是什么? 所以 二负二 是 方程 的解 OK 就是这么简单的做法 你会问 阿sir 是不是每次都左方还是右方? 你说呢? 肯定是未必是 下游市会调整 时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要小心去做 代入 好像这个模式 左方 算一下 看统不等于右方 如果等于的话 他就是解 如果是左方 不等于右方 他就不是解 那有点像哪一课书? 有点像我们 那个 就是 第2课书 就是这个行等式的课书 就是左方右方 这样 好了 那你们可以停一段视频 他就做了B part 然后先下下面 或者听完先 又可以 这样下了 好了第七页 第七页 我想这个部分 没什么需要说了 因为刚才也介绍了 上课的时候也介绍了 什么叫做 二言一次 就是两个未知数 咦? 这里只有一个 所以就不是了 两个未知数 而且这个次方是一的 那你可以一路做它 自己做 然后就做方程的解 计算一下 比如这题 就类似刚才我们做的情况 这个x是等于 0 是不是? 那就计算个y 行不行? x等于2的时候 又计算个y OK 那就自己试下代入去计算 好 那就做第二题了 接着就到第3条 又是检验了 又是用刚才的方法 代入 代入 3 2 然后就去左方 然后右方 OK 然后就看看它左右等不等于 然后就计算了这个题目 看看它们是否解释了 5至8页的工作址的部分就是这样做 希望大家 都做到了 短篇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